岁目寒冬之际 远东百货花联店 善尽企业回馈地方精神 搜集全台知名伴手礼或是年菜 整理成32份春节应景礼盒 而14号下午在市长 魏嘉贤建政下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期盼长辈们能够暖心过好年 受疫情影响 社福机构募款受到冲击 远东百货花联店 虽然也受疫情波及 但仍善尽企业回馈地方精神 关怀社会弱势 特别挑选全台人气店家办手礼 及饭店业精致年菜 在14日下午 透过花联市长魏嘉贤的见证 捐赠给华山基金会 希望在年节前 让独居长辈感受社会的温暖 我们这次特别跟华山基金会合作 根据华山基金会 他的所有的个案 希望能够去帮助他们 让我们的花联乡亲 能够好好的在这个 岁末延冬的时候 好好的过年 这次我们采购的东西呢 是从全台湾省各地 知名的饭首礼 跟知名的年菜 跟知名的饭店 去收集出来 让是今年最有特色的年节礼盒 以及年菜礼盒 希望我们点出了32份 希望能善计我们的社会责任 然后分给我们的花联乡亲 来分享这个 我们全台湾省的喜悦 华山基金会在花联这边 13项这我们有服务了 大概近1200位的赌居长者 那我们主要的都就是服务的项目 就是关怀跟物质协助 还有陪同就义的部分 还有协助去加环境改善的部分 那其实在偏向的服务中 其实资源从目不异 那我们今年也有在募集 爱新年菜的部分 那我们目前年菜募集到目前景 就是到现在截止是有到五成的爱新年菜 那也希望就是在未来 就是希望各位乡亲可以一起来共享盛举 来帮助我们这个花联区的那个偏乡独老 真的非常谢谢社会上有那么多的三星企业 一直来帮助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在此要代表花联市民 谢谢我们远东百货 那也希望说未来有更多的朋友 如果需要帮助的时候 那来到花联市公所 我们一定会全力来协助 那另外我们也有食物银行 可以提供大家物资的相关的领取 那也希望有需要的人 能够来相关 伸出相关的元首来做相关的支持 那我们也希望未来有能力的人 来继续来帮忙 我们需要帮助的朋友们 三十二份春节应景礼盒 网罗人气店家伴手礼 及饭店业精致年菜 包含养生饮品面食等 为加钱感谢圆百花联店 对弱势的关怀 民众若有物资需求 也可利用食物银行寻求协助 而华生基金会 目前爱心年菜招募约有五成 仍需要社会各界善心人士的协助 一者可拨打爱心专线 038-311587洽询 接着长帮叶宏女士报导